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那当然非常高兴在空中 一大早跟各位见面 那这些天北半球的天气 非常的寒冷 那大家要注意 早起的时候要保暖一下 那当然在南半球那是不必 新西兰这两天热得不得了 好那当然今天的主题 想跟各位来谈的是 一个热得不得了的中国产业 中国的电动汽车 有没有被超越的危机 最近我看到德国媒体 有一篇报道 这个标题下的是怎么说的呢 叫做大众汽车 全面进军中国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惊人 当然这个文章里面 有很多对德国产业的担忧 诸如此类的 那详细的情况 到底是如何 能不能超越中国汽车 听我道来 那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 现在在2023年交出一张 漂亮的成绩单 更不要说比亚迪 等于带领中国的电动汽车 算是扬眉吐气 让中国的产业呢 做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那当然这个是 所有人的努力啊 甚至包含 中国政府的政策 整个是正确的嘛 才能走到今天这种成绩 交出来 那当然呢 这个有没有这个所谓被超越的危机 有可能 因为不能否认在工业革命之后啊 西方啊 一直在这个所谓的科技方面领先 这个人家是有过去有这种背景嘛 因为大航海时代 对不对 他们抢到了橡胶啊 发明了蒸汽机 那接着又有内燃机 又抢到了石油 他们总是啊 这个在世界上走在前面一点点啊 所以这个德国造车呢 不用说啊 这个历史悠久了 那但是啊 中国电动汽车这一次席选全世界啊 德国的这个内部啊 这个非常的担忧啊 德国的这个汽车亡国的地位啊 会不会完蛋啊 会不会不是亡国啊 被亡掉了啊 阵亡的亡啊 所以啊 现在德国的产业很担心的时候呢 就看到大众汽车啊 算是 义无反顾啊 当然这个德国媒体说 这个大众汽车是一场豪赌啊 对不对 因为大众汽车自己董事会宣布啊 到2027年 将投入1800亿欧元呢 1800亿欧元 对不对 干嘛 这个最主要在中国地区啊 研究做电动汽车跟自动驾驶 这个1800亿当中有三分之二 投在这个上面啊 预计目标到2030年 这个大众汽车啊 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啊 在中国的汽车市场 整个这个份额要占到40%呢 有志气吧 当然人家大众啊 平良心讲啊 也不是出来乍到啊 刚刚这个冒出来的这个 一家小公司啊 那要话说呢 这个大众汽车呢 它的名字啊 Volkswagen啊 如果照德文的意思啊 就是 人民的这个车嘛 人民车就是国民车啊 国民车的概念啊 所以在这个1937年啊 这个3月28号成立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做一种车子 是大众化的 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 各位想想看 30年代的时候 汽车还是挺奢侈啊 虽然美国有福特汽车啊 但德国人想说 我们也做一种 就是谁都买得起的车嘛 所以呢 他们就找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叫斐迪南保时捷 这保时捷是他的姓啊 他叫斐迪南保时捷啊 那然后呢 就跟他讲 这个人是一个这个机械设计的 这个天才啊 有机械设计 他可以设计坦克车 设计汽车 他什么都设计啊 后来设计的保时捷啊 很多人都开嘛 好 那这斐迪南保时捷啊 就就拿到这个 Volkswagen的合约啊 说把他设计部车 是叫国民车 那这国民车要有几个要点 对不对 要风格简朴啊 要保守 而且是要安全耐用 这基本道符合 然后呢 要好维护 什么什么都是要求就开了 这个斐迪南呢 这个保时捷就去设计了 那设计设计呢 就设计一种车子啊 有人叫做甲虫车 有人翻成叫做金龟车啊 那这部车子呢 大概在地球上说 没看过的人呢 那一定是外星人啊 那只要地球人呢 基本上都看过 好 那这部车子呢 就开始照啦 那照着照着啊 没有多久 不是后来就打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的希特勒啊 刚刚执政啊 还没开战的时候 大概1938年的时候 这个车子出来了 那当时后来没有多久 到了这个大概后面 这个这个希特勒执政的时候 他就鼓励啊 这个Volkswagen啊 再压低价钱 再做更多的车啊 让这个所有的德国人呢 都能开上车啊 当然那时候政府政策嘛 那Volkswagen呢 这个就因为有政府等于加持啊 这个大家就对这个金龟车 印象特别好啊 而且平常经常 他好维护啊 好保养啊 这个我是没开过 但开过人呢 都有一种热爱啊 这个甚至你不要看 二手的金龟车啊 到现在还是很有行情啊 在新西兰有很多这种 玩这种古董车的人啊 特别还把这种 老爷的这种什么甲虫车啊 什么195几年 四几年的车啊 翻新 翻得倍新的 然后呢 这个譬如说他们都这个定期啊 大家把老爷古董车都开出来 到一个这个广场 停在那边呢 这个让大家参观啊 这个这个车主就站在前面嘛 对不对 很高兴啊 好 那总共呢 大概到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还在继续做啊 一直做 做到2003年 这个这个金龟车啊 才停产 那停产的时候呢 总共做了多少辆呢 做了2153万辆啊 2153万辆 这个甲虫车啊 那这个 这个也变成一种 那种风潮嘛 风潮啊 年轻人那时候特别爱开 觉得酷嘛 对不对啊 那那个造型啊 就是到现在都是 还是很很独特 没有没有别的车厂 做得出来这种风格啊 这个别的车厂大概 做不出来啊 那个法国车当年 曾经想走一点 比较 不一样的设计啊 但是 后来失败嘛 因为这个实在是 太怪异了 像科学怪物一样 好了 那回头讲 人家这个有眼光呢 有眼光到后来啊 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这个Volkswagen啊 大众汽车 有人翻福斯啦 也可以啦 但这个大众也可以啊 那重点呢 他当时就看到中国市场 那中国在刚刚改革开放之后 希望啊 引进西方的技术 用中国的市场 换西方的技术 那当然呢 就找到德国嘛 就跟这个大众啊 就谈上了啊 那谈妥了 在1985年的时候呢 这个大众啊 就来到中国 建立大众一气啊 或一气大众啊 这样子就出来了 那桑塔纳这个车啊 在中国那个年代的朋友 大概都做过嘛 连我都做过啊 当年去做这个打滴啊 基本上都是桑塔纳 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要求啊 就是耐用安全 简朴保守 对不对 你看桑塔纳完全符合这条件 一点不浮夸 就耐用啊 对不对 那个随便一步杀塔纳 据说当时啊 这个低哥说啊 可以开30万公里 这车子 这个引擎啊 没什么问题 30万 你定期单要保养换机油啊 30万公里啊 这个就耐超嘛 耐超 好 所以呢 这个算90年代 大众就进入中国 进入中国之后 大众是不停的努力啊 你不要看大众啊 虽然不像比亚迪啊 造了72万辆高级车 大概19万辆电动车 严格的来讲 去年的造车啊 大众啊 赢了比亚迪 比亚迪320万 这个 这个大众已经超过了嘛 大众超过他 因为把奥迪加上去的话 他的造车已经超过 所以这个大众呢 基本上在中国 现在有10万员工 然后有40家 大大小小的 这个工厂啊 都他的啊 有的做整车的 有的做零件生产的 对不对 什么都做 这个所以大众基本上啊 这个在90年代 进入中国之后 扎根扎的非常的稳啊 到现在 虽然感觉上不是像 我讲的那些 这个常常看新闻 曝光的那些品牌 那么有名气啊 什么 但是人家质量够硬 对不对 中国消费者 有的时候在选择的时候 这个大众汽车 还是首选啊 觉得说 这个德国车嘛 造车工艺啊 各方面 这个质量啊 够好啊 所以呢 这个大众是稳荡荡的 但没想到这些年啊 中国电动车起来了 这个中国速度啊 实在让这个 这个大众担心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尤其比亚迪 这个造车 这个速度之快 人家大众能到今天啊 对不对 人家从多少年前 对不对 1937年成立 凹不到现在啊 人家才那么有一点点成绩 那是将近百年啊 你比亚迪开多久 你能有今天 那 比如说100年后 那是什么概念啊 所以大众非常的担心 所以为什么决定 在2027年之前 偷1000亿 1800亿 1800亿啊 在中国发展 这个大众啊 很厉害啊 他跑到安徽合肥 要盖一个厂 做这个电动汽车哦 人家 为什么去 花了一年半时间 把厂就建好了 对不对 然后准备年产量 35万辆 这是起跳啊 将来还会往上加啊 因为特斯拉他们在上海厂 这个一年都是将近百万啊 这种数字啊 所以他的产能刚开始 35万 那未来也在安徽合肥啊 也在那边设厂 他就跑去那设 对不对 大家在那做开始比 现在最重要大众啊 他非常清楚 在所有德国汽车工业当中 大众看到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啊 中国是靠市场换技术 跟这些外商说 来 我有巨大的市场 我开放这块市场 这个大饼给你 你把技术带进来 但是呢 大众非常清楚 中国今天是技术换现金 对不对 中国有一个叫造车速度啊 是这个欧洲人就要去学的 所以为什么大众花那么多钱 跑到安徽合肥 设一个电动车厂 他就是学啊 他来学哦 学什么 叫做中国的造车速度跟效率 是怎么做出来的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得那么快 造车速度 对不对 因为现在在造车工业 我们平常心想 这一波大浪的浪头啊 在哪 在中国 对不对 他自己本身是造车造了一辈子啊 将近百年车厂 太清楚了 对不对 现在这时候 如果你还在德国 苦苦挣扎 对不对 死不认输 你看那个丰田张南 前天 说一句什么话 跟媒体说 丰田张南 丰田 现在Toyota的董事长啊 不管是 但挂名 董事长 因为他们家族嘛 丰田张南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你们要知道电动汽车 这东西啊 就是 就是一个过渡产品啊 怎么 现在全世界 还有十亿人啊 用不上电啊 这电动汽车 不可能推着网开 最多最多 将来 到顶了 城市 但整个市场 只能占三成 30% 另外七成 是新能源车 对不对 或这种 就是燃油车 的市场 不能否认 Toyota那 确实是世界 上的这个汽车 制造大公司嘛 对不对 想当年把这个欧洲车 美国车都干掉 那日本的那丰田 那个员工 你想想看 我们多厉害啊 对不对 骄傲了那么久 但现在看到 中国电动车起来 这个丰田张南 他们这些啊 还不能够去 慢慢去适应 对 你说全世界 还有十亿人用不上电 可是你要话讲回来 全世界 七十亿人 每人一部车吗 对不对 电这个东西啊 不是 像吃饭啊 你说没有饭啊 大家活不下去 对不对 但车这个东西啊 也是一样 不是人人都买啊 对不对 七十亿人 七十亿辆车 每人一部车 出门没有车 活不下去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当然电动汽车 不可能称霸全世界 但是中国现在走的叫 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的概念是 纯电车 算新能源车的一部分哦 叫做这个混动 就是有这个 燃油 这个引擎 有这个电 这个电瓶啊 这个推动 还有一种是 一边又可以充电 又可以自己呢 这个有车上有这个小发电机啊 可以这个充电池的啊 这个都叫新能源车 这是连这个轻能源啊 也叫这个轻燃料电池啊 也叫轻能源车啊 当然那一个是日本比较喜欢的 轻能源 我看全世界 其他车厂都还在观望啊 有一些车厂做了 这试一下水温 试一下水温啊 还没有正式的量产 最主要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关键啊 好回头讲 那丰田张南这种思维啊 就像德国汽车 日本汽车 他们现在都停留在这里 就是还不愿意放弃 所谓的内燃机啊 内燃机啊 就是不管是柴油汽油 因为一直有一种传言 我相信这不是真的 所以油果组织啊 当年呢 为了鼓励啊 这个汽车工业啊 好好发展 好好造车 让更多的人呢 买汽车 要加油嘛 对不对 它是挖油的啊 那如果大家都不开车 那谁用油呢 所以据说 因为以前我听说都这样子啊 但未经证实啊 说油果组织啊 都补贴这些汽车大厂 你知道多少车 我们就算补贴嘛 反正呢 这些油果组织呢 这个只要把煤桶 涨个一块钱两块钱啊 拿来补贴是绰绰有余啊 那当然最重要 人类在文明进步当中啊 那我们从最早的马 到后来的煤 蒸汽机 到内燃机 到未来的啊 这个全面的电动化 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清洁能源这个东西呢 发展的速度啊 难以预估 尤其中国政府 现在各位注意到 定调一件事情啊 过去所有的外资 进入中国 必须啊 与中国合资 就是这家公司 不能百分之百是外资啊 但是啊 中国政府最近 刚刚宣布一个新的条款啊 就是允许电动汽车 就汽车工业 独支 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与中国合资啊 中国政府对新能源车 做一个加速调整 原来的规定是啊 在2030年啊 这个还有几年嘛 对不对 中国的新能源车啊 要占40%啊 然后到了2050年的时候啊 中国的这个整个新能源车呢 要占所有汽车销售 当年的汽车销售一半啊 这个是既定目标 但是刚刚前两天宣布了一个 重大宣布啊 这简直是一个 像一个这个在业界啊 大家都已经算是一个 大红包啊 怎么说 政府说了 2027年 各位算 都24年了 2027年 中国当年的所有汽车销售 新能源车要占到40% 这什么概念啊 这什么概念啊 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些车厂 机会来了 对不对 政府政策已经出来了 大家还坐燃油车 对不对 拼命快点现在坐这个啊 因为市场已经定了一个指标 在2027年啊 今天都24年 三年后啊 所有的中国汽车销售 40%是要新能源车 中国政府一定要减少对 石化燃料的依赖嘛 对不对 减少空气污染嘛 减少碳排放 这个都是既定政策 这不是说 今天啊 这个丰田张南说 很多地方没电 咱们就不必开电车了 对不对 这个就算今天我们做的是Uber也好 他去该充电的地方充嘛 我们家没电 我叫一部有电的车来吗 这个什么难呢 对不对啊 所以啊 不管丰田怎么搞 中国现在要注意到啊 这个大众现在第一步 对不对 已经呢 这个准备赶上中国造车热潮啊 的速度跟效率啊 这个已经开始进来了啊 因为投这个合肥厂 这个已经开始生产了啊 这个去年9月车子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啊 这个年目标35万辆到今年9月他要做到35万辆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希望在中国再次啊造成大众旋风 所以你看现在他造一种车啊 那个电动汽车大概就是欧元啊 大概1万到2万之间 就特别便宜 谁都买得起 就像当年啊 他的那个甲虫车嘛 金轨车一样概念 叫国民车吧 才符合Volkswagen啊 那就希望呢 这个在中国啊 抢份额 因为我前面有讲嘛 他希望市占率到40%啊 在这个新能源车上面啊 新能源车啊 占全部的40% 在这40%当中 的其中40% 是大众汽车一家的 够厉害吧 对不对 你想他的心 也不能低估啊 人家毕竟啊 造车大厂 对不对 有眼光 又敢砸钱 啊 这个口袋又深啊 所以呢 这个是要注意到的啊 他来抢份额了 那现在中国政府也开了 意思就是说 大家一起撑 一起比啊 对不对 那适者生存 这个市场没办法 你们如果国产电动汽车 连大众你都PK不了 你怎么打出去呢 对不对 在自己家里 我们先来一轮淘汰赛 赢的嘛 晋级嘛 对不对 出国去打决赛 就这个概念 那第三 这个人家这个大众汽车 壮士断碗啊 那个德国媒体 在骂这件事情 讲到那个 大众汽车进军中国的时候 说什么 他准备啊 他已经开始啊 在德国很多厂 因为大众原来 除了这个组装的部分 他有很多零件厂 开始大量裁员 真的大量裁啊 预估啊 要裁多少 10万人啊 要裁掉 有一些是可能承包商 不跟你签约了 有些是自己的厂裁员 10万人要失业啊 因为大众汽车准备 在中国下单 所有的大众汽车 基本上希望所有的零件 通通在中国买 叫中国厂商配合啊 各位要知道 在中国配合大众的 相关厂商多少家 1100家 对不对 可能是螺丝钉的 可能是一个橡胶垫片的 可能是一个轮胎 可能是一个玻璃 1100家 配合厂商 跟大众一起工作 那大众呢 就决定啊 把这样 以前是因为 毕竟那是他的根嘛 对不对 还有很多零件 从德国进来 现在下决心 一刀砍 所有零件 中国制造 对不对 我德国品牌 中国制造 就这个概念啊 不然的话 你大众汽车就准备 回家了 退局了 你看看人家多有决心啊 10万个 现在德国那边 骂大众骂翻天 大众没办法 你为了生存下去 这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坦白讲 比中国的那些 电动汽车内卷 还厉害啊 这个大众 现在搞得 德国那边的工会 骂得死了 好 所以呢 更重要 这个既然中国 现在也不 这个电动车的旋风 有这个电动车的旋风 这个大众希望将来 在中国制造的 大众电动汽车 称霸世界 对不对 不然他怎么会投 1800亿 所以讲到这里 这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产业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各位要知道 中国的电动汽车 如果光做出来 只卖给中国人 那你这个 这个还是没有竞争力嘛 对不对 要放眼全世界 不管美国 比如说对中国的电池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或者是欧盟 什么反补贴调查 通通不怕 只要你货够硬 对不对 有竞争力 就算苛征你什么 反倾销税 什么反补贴税 照卖补物啊 照卖补物 你看那个奔驰 什么这些德国车 贵的不得了 他贵在哪 贵在什么 他的质量 大家就愿意买吗 对不对 跟那个日本车比 几乎贵一倍啊 买啊 对不对 或三倍买啊 对不对 这个关键在这 关键在这 更重要 所以大众的中国战略 我们绝对不能低估 对中国的造车业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但是对他来讲 不管是一场豪赌 还是一个制胜的关键 当然我们也寄望大众 乐观其成啊 大众好好加油 做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对不对 挂的是大众汽车 但是百分之百 中国制造 这个多棒的一件事嘛 对不对 那当然回头来讲呢 能让中国的整个汽车产业 蓬勃发展 听说中国现在啊 那个这个汽车组装的生产线的工人啊 其缺无比 听说还挖脚 说你们在那边工资多少 我们这个厂开了 加我们的待遇高 福利好 跟他们招手 快过来吧 各位就知道 这个现在你看 这个对解决 失业的问题啊 就是一个方向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发展的目标 此时此刻的中国电动汽车呢 一定要开始加速啊 把中国加速这件事情呢 记住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加速 因为现在呢 这个人家德国车已经来了 对不对 就在我们的旁边啊 这个这时候啊 中国要是电动汽车不好好加速 就很快会被别人超越了 好吗 那今天非常感恩各位的支持啊 这个收听收看 当然呢 非常欢迎敬畏点评 最近来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啊 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 甚至还有很多朋友看过去的啊 这个曾经我们制作过的敬畏点评 那非常欢迎 当然也欢迎您呢 这个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我们会在每天早上七点钟呢 亚洲时间呢 跟大家见面啊 当然希望各位呢 这个只要订阅 就一定可以收到最新的敬畏点评 好吗 今天非常感恩各位支持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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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